你知道糖尿病肾病的降糖治疗药物有哪些吗? 由于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肾脏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因此糖尿病肾病患者降糖治疗 应优先选择具有潜在新肾获益且低血糖风险的药物 二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优先选择纳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二抑制剂 如达格列镜和二甲双瓜单用或者联用作为初始降糖治疗 可以改善肾战育后减少心血管疾病及心衰风险 当二甲双瓜联合纳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二抑制剂 治疗血糖未达标或和存在心血管疾病和低血糖风险时 推荐联用胰高糖素样钛-1受体激动剂 如利拉鲁钛 达格列镜二甲双瓜不能耐受或存在经济症 可采用利拉鲁钛治疗只至肾上替代为止 经足量口服降糖药联合治疗 血糖仍不能控制达标或存在口服降糖药禁忌的 可启用或联合胰岛素治疗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 欢迎点赞和收藏 关注Emily健康永远跟着你